哈喽,小伙伴伴,我是明清 明清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邓科指导 王赫帝,田锡威领前主演 看案与仙侠结合的古装剧《大凤大耕人》 该剧根据卖报小狼君的创作同名网络小说作品改编 本来明清对玄幻剧真的不太感兴趣 特别是影视化的男品为主的玄幻剧 但是这部剧真的是让明清眼前一亮 首先,主演王赫帝继《苍蓝绝》后 王赫帝的又一部大制作的古装剧 王赫帝饰演男主许七安,自宁验 故事刚开始时19岁 原是一名现代警察,擅长刑侦破案 后下海经商,他自己只记得酒吧喝大了 就穿越成为大凤王朝经兆府 下辖常乐县衙的快手 快手就是不快 醒来后发现自己即将被流放,也是没谁了 他凭借这个身体原主的记忆 发现自己现在这般处境 是因为自己的二叔押运国库的15万两白银全部失窃 导致许家落难 这许七安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自救啊 于是托人找来暗宗,找到案件破绽 帮朝廷破获了库银失窃案 使得许家和自己重破了自由 咱就说谁能想到 这玄幻修真实践 男主来了,居然身是破案呢 这还不算 这小说写,有关穿越还真的很真实 男主觉得自己毕竟是个现代人 经商发家致富应该不难 却发现这个时代啥都有啊 脚刀造脚,大到玻璃 最后说研究一下水泥吧 实在是记不清楚配方了 要不写小说吧 几十万字拿毛笔字写出来 得多费劲 再说,谁能背得下来 但是啊,你千万别觉得他一事无成 他可厉害了 除了破案方面 因为做过警察 头脑清醒,条例分明 懂得抽丝剥茧地 找到案件的真相外 他运气还好 一个月能捡半个月钱 真的,每次一钱银子 捡完了就去勾兰医院听小曲去 至于运气为啥这么好 也是本剧的一个重要伏笔了 再说,女主田熙威饰演的林安公主 远景帝次女 母亲为陈贵妃 容貌极美 圆润的脸蛋 点缀着一双明媚的桃花眼 红唇鲜艳 一贫一笑之间 总流露出多情的妩媚 天真任性 娇满可爱 虽然出身皇室 却依然保留着天真浪漫的性情 说实话啊 明清看到田熙威出演大风打耕人的时候 不自觉地觉得她适合演楚彩威 这个彩威啊 长有一副既漂亮又粉嫩的鹅蛋脸 明亮扑散的大眼睛 眼白剔透的宛如婴儿 看起来极为纯净 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吃遍天下美食 身上总带着个小包 里面都是自己的零食 谁要想巧 那就对谁不客气 就读原著的时候啊 明清就觉得这个角色就是田熙威啊 但是女主肯定不是彩威了 所以田熙威饰演的这个林安公主 其实总体来说 确实是重要女性角色中最适合她的 而且这是许谦众多红颜知己中 唯一的正气 这地位绝对称得起女主了 画正脸 男主有众多红颜知己 是的 小说原著和她有关系的 至少就有六个 这种题材的小说呢 后宫情节也似乎是定律啊 而且很多书本都知道 男主的对外可能还另有其人 但是估计电视剧版会有所调整 这部小说整体基调还是男主 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捕快 到巅峰之境的成长过程 明清看很多人觉得王河帝不太合适 这个明清不认同啊 首先王河帝有少年感 跟小说中人物外貌描写也很贴切 他有着男子的阳刚之气 浓眉高鼻 双眸有神 嘴唇的弧度和形状下到好处 性格可以说很多面 活泼开朗 还有些脾气 这些描述就算王河帝不是最佳人选 也算很符合人设了 至于谁是最佳人选 也是见仁见智了吧 最后咱们说一下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 导演邓科 明清觉得 这就是手里拿着 带播剧王炸的导演之意 他的带播剧有 雨凤行 折腰 还有今天咱们这部 大凤大肠人 啥也别说了 导演 你辛苦了 赶紧剪辑别休息了啊 光有好导演不够啊 这部剧演员阵容 明清就不一一列举了啊 但是只能用强大来形容了 所以咱们就一起期待一下 这部王河蒂 田锡薇主演的新剧 《早日杀青》 上线得明年了哈 人家才开拍 本期就到这了 下期见了 拜拜